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傑 回來講講旅遊 先看看日價 美元對日元是128.2 日本股市是87.27282 很多朋友都想去日韓方面旅遊 尤其是日本 日本在6月10日開放 旅客有限度入境 香港這邊也有份旅行團 方面的準備情況是怎樣 請來這一位嘉賓 就是中環遊的常務董事 袁振玲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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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旅行社應該都在準備工作當中 其實現在我們講的 航班數目和航公司方面 溝通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上個星期 我想是本政府宣布了 會開放給港人入境 處於藍色地區之後 其實旅行社都即時即是我們 即時去運航公司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當時是見到8月底才開始有一個適合的航班組組旅行團 即是我不講可能兩三個人那些太少了 即是我們在說是數十個人先 即是去到8月底的 其實上個星期五就收到另外一間本地行公司 就說不如試行一下吧 我們再加開兩三班飛機 在6月份 給東京 給一些位置你去試一下 熱門地點啊東京 對啦 8日七夜 所以我們都很急 昨天就快快取出 做了一個行程出來 拿了一些香港的檢疫手段 好多謝香港的檢疫手段 幫我們留住一些位置 因為那個團子還未成的 因為始終沒有回港檢疫手段的話 其實都不可以出發的 都很多謝第二成縣幫忙 現在旅行社都是一條龍 連檢疫安排檢測到檢疫酒店 是否全部幫團友都一條龍處理了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啦 其實最大的困難 孫所說就是檢疫酒店 回港 第二是當地要換一個檢測中心 當然現在香港政府放寬了 就會好些 其實任何一個醫療機構 都可以承認的 但早前的話其實有些指定的 變成支潮的難度高些 現在就放寬了就好些了 之前是有熔斷機制 現在就放鬆了 第一次都是罰五萬元 航空公司就不用即時停 這對於承辦旅行團 是否一個很大的幫助呢 其實現在任何的措施 可以令到回港 可以多了機位 對旅行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們現在跟航空公司 一向都是同一陣線的 你供應多的話 始終我們都會有多些存貨去做生意 暫時如果政府繼續 如果我們放寬多些 會有更多誘因 去令航空公司去增加它的供應 想問一問 現在初步 剛才你都說六月可能都會有團 可以出發到 其實現在看到茶詢 或者部團的反應是怎樣 特別是大家都關注香港人 很多時候去到日本都會自由行 或者自己有特定一些地點都想去 其實行程上面 是不是都已經規定了 實際的未出鏡 我們都跟日本官方溝通過 他們都預計 可能是今個星期內 就會出到實際的簽證的要求 以及入境之後的運作要求 不過我們都估計 其實都會計 應該大部份行程都沒有問題的 是有些當地還是 那個個案比較多 他們可能有些市鎮 或者有些緣分 還有一些緊急宣言的狀態 那些地方就避免了 那你說會不會去到 我只是可以 去到東京之後 我只是讓你去涉江 不讓你去元宿 我相信 又不讓你去辭代 是啊 我不相信 我相信不大可能 相信什麼時候會大約都知道這些詳情呢 剛才所說 可能今個星期 可能明天或後天 就會詳細說 那個入境的簽證的要求 還有那個 當地團運作的條件 剛才所說 可能有些地方 未必可以去 另外就是可能有個人數的限制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 譬如當地是否要聘請 一個叫通訊的導遊人員 這些都是要等他講完 香港的蝦日派 就餓了那麼多兩年 現在行程的設計上 會不會有些新鮮 即是這兩年新的去奧運場所 還是會有些兩年來 大家都闊別了的一些特別的景點呢 我想新的景點 對日本其實 一直都有的大大小小 亦都有一些沒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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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 今次設計 因為知道 都真的假了兩年沒有去 亦都沒有去 講一些又長一點 至少可能是八日以上 亦都要多些時間探索 亦都要多些時間探索 每天不要那麼早起床 每天不要那麼多景點 每天不要那麼多車程 輕輕鬆鬆的 是的 去遊覽 去玩一下 去吃一下 去探索 最後都去廚房住兩至三晚 無論是大阪也好 東京也好 市中心 就多了很多一些新的地標 譬如 涉谷剛剛 在這兩年開始 有一個新的地標 是涉谷車上 我想都很少香港人去到 是不是叫Shibuya 想去都去不了 是的 這些都教你玩 即是逛街一兩天 所以 就會這樣的設定 大家都關注著 屯廢的問題 因為其實都是 價格上面可能都會有些調整 與其那個價格走勢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其實都很被動於幾樣的 限制的條件 第一就是說 究竟那個票價 最終會是 多少錢 第二就是說 那個人數 即是我們前途可能去到 二、三、四十人一團 跟我們現在 譬如限制十萬一團 都會影響成本都幾大 所以加上 真的會說 酒店隔離 所以其實 成本其實在現時的狀態 其實加了很多 所以如果粗略計的話 其實至少都會貴了 1到1.5倍 另外 都想看看旅行社的人手安排 因為旅行社的確是因為疫情 都停了一段都幾長的時間 福班旅行團 在人手安排上面是怎樣 除了日本團之外 其實南韓方面都開放了旅遊 可能人手上面都需要多一些 人手我暫時不太擔心 因為 因為所說 現在的需求不會很大 還有就算是行班都沒有很多 所以就算現在我們現有的機位 接下來是六月到十月來講 暫時看到機位其實 是不是很多 在以前是說 一成都未必有 我們同事都知道 其實很多從業員 現在都是有部分做拍攝 有部分做營業中心 其實有七八成的從業員 都在等待從頭這個行業 所以暫時來說 人手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前景方面 是不是其實最壞的情況 可能已經過了 看不看到有少少儲礦呢 嗯 儲礦可以叫一個正面的訊息 你說現在可以回到最大的市場 去日本 但有貼件底下 我想多些的曙光 首先就是要香港 那個熔短機 乃至到隔離的措施 可以鬆綁一點點 我們不要求 立即去到沒有隔離 回香港 但可不可以變為家居隔離 我想如果可以變成家居隔離的話 那生意就應該 真是曙光了 到時看到 嗯 那這方面希望 能夠快些復償 大家可以自由地選擇 去不同的地方旅遊 今天多謝了 就是中環遊的常務董事 袁振宁 多謝你 謝謝